全台第一部以检察官故事为背景 法务部协助拍摄电视剧 今天遭到周刊质疑 法务部带头违法飙车 这个周刊报导说 剧情是描述法务部长曾永复的故事 而且拍摄金额高达4000万元 对此法务部下午出面澄清 否认质疑 这个强调只是提供了剧本的素材和法律咨询 没有花大笔钱 更没有拍部长的故事 拿出检查故事这本书 法务部次长出面反驳 平面媒体质疑4000万元 拍部长传奇法务部带头违法飙车 不是拍部长故事 不介入拍摄 更强调没有花大钱 拍摄案例来自于检查故事 入选稿件 而法务部还认为 这部以检察官为故事背景电视剧 有助于提升检查形象 值得社会来了解 也有助于检查形象 检察官形象的提升 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过想 他们如果有什么疑议 需要跟我们讨论 或者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那我们就恰情有关机关 在合华 合理 合情的范围之内来提供写作 被质疑带头违法飙车法务部说全署误会 然而飙车歪风确实在台湾是个严重问题 以戏剧逼真的演出也是要反映真实 用戏剧手法彰显公权力 为的也是要喝止飙车 其实里面有很多特技演员是在里面的 所以其实也没有所谓的飙车主 其实我们要展现的就是要告诉大家 飙车不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希望年轻人爱惜自己的生命 不要让家人担心 刘湘慈在剧中化身美女警官 带领防飙小组打击飙车主 其实电视剧的新题材 就是要在潜移默化中 将防飙的观念升值人心 美国新闻陈建廷 郑益祥 台北报道 感谢观看